今天好專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酒台灣醃酒公司所出產的花雕雞麵跟麻油雞麵 那本人是在羅東的台灣醃酒公司購買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羅東有台灣醃酒公司的營業所 那它裡面販賣部蠻有趣的 它就是在平日的...它週休二日啊 它六日是休息的 然後它是在... 它是在每週一到週五的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有營業 那我去的時候它剛好在推銷這兩款 這兩款的特價品一包只要99塊 它是賣這樣子一包啊 它是賣這樣一包三入主啊 然後一包三入主 你看它這已經快過期到二月二號就算過期了 所以它算極其品的 它的售價是三包99 所以一包只剩33塊 一包只剩33塊 是非常的划算的 那...本人這是學乖啦 沒有說先... 本人這是學乖啦 沒有說先煮熱水 本人這是先泡了 然後等大概時間到了就... 先煮 然後第一個開的這一個是... 這個應該是花雕雞 確認一下 對...這是...這是花雕雞啊 然後花雕雞它有另外給一個這一個 這個人家說是... 等最後要吃的時候再泡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肉 它是有肉塊的 它是有那個肉的那種調理包 所以還不錯 味道是真的很香啊 那我發現我覺得我水好像泡太多 因為人家說如果你要味道更香一點 其實不要放太多水啊 因為...最後再放... 放點那個... 剛剛應該把肉先挑起來拍照 這樣子 這是...花雕雞 我覺得...薑的味道還蠻香的 我好像很少吃到泡麵裡面有薑的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啊 肉也還蠻多的啦 先拍一張照 然後它裡面有另外附一包這個花雕酒 這應該是花雕酒 這個 那就先倒進去啦 倒完...人家說這是... 要吃前再倒進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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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嚼一嚼 試試看看 那個酒味道好香喔 那個酒味道好香喔 真的還蠻好吃的耶 這是... 雞肉咧 雞肉吃起來有點柴 可能因為是... 調理包的關係吧 我覺得雞肉... 雞肉不好吃啦 當湯頭... 跟整體的麵的香氣 那個花雕的香氣算重 這個蠻好吃的 這是... 柴酒的花雕雞麵 然後...下一個是... 麻油雞麵 打開 把淋到 麻油雞麵那個...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油本身就比較多啊 所以麻油雞... 的麵 拍張 它多了一包這應該是麻油吧 所以整包下嗎 所以整包下嗎 原本的上面就有油了 再加這一包就更油了 然後一樣有一包 酒的調理包啊 先吃它的肉好了 我覺得它... 這幾包的肉沒有... 很好吃 肉比較... 柴... 嗯... 麻油雞麵的肉比較好吃 會... 會... 會是因為有些... 麻油的味道比較... 更重的關係嗎 試試看看 而且麻油雞的這一個殭屍好像特別多耶 剛剛花雕裡面也有殭屍阿 但沒有這一個麻油雞的殭屍那麼多 試試看看 吃起來也...也還不錯 可是麻油雞真的比較油 因為它...剛剛有淋了一包麻油進去 相較之下 我覺得花雕雞的味道比較清香一點 麻油雞的味道真的比較重口味阿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考去購買阿 它的... 那個... 台灣煙酒公司的地址是在... 那個... 羅東鎮中山路市段188號那邊阿 算是在... 那個北城那邊阿 它那個是小巷子 喔我不確定它前面能不能停車阿 因為我那時候是騎機車進去是還可以阿 但它那個巷子前面 他們公司前面是有停車場 但是我不確定那停車場是公司自己的阿 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去購買阿 一包的售價... 一包這樣子... 一小包這樣子售價是99元的話 算起來一包33元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划算的阿 那如果要自己吃是絕對還不錯阿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阿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去購買阿 它現場其實還有其他的泡麵的組合阿 台灣煙酒公司的其他商品阿 但好像... 我看它好像... 不定... 不固定說一定有哪一類阿 所以就是看你個人阿 有興趣的時候可以去看一看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